大家好,我是電機所的陳薛宇 先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剛剛那部影片是數年前的一個影集叫做霹靂遊俠 它還蠻久的 然後剛剛那台車叫做火技 然後它就是一個很有高度之外的影集 然後它可以幫主角打擊犯罪這樣 然後這部影集也預告15年後的今天 就是汽車會有高度的智慧這樣 然後現在來看一下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 近年來全球車廠都在積極進行自動駕駛的開發 ODI是開發腳步最快的車廠之一 已經成功的在沒有道路標線的路況中 完成無人駕駛的壯舉 我舉個例子來講就是有關Lane Assist跟Side Assist Lane Assist就是輔助駕駛者 當你今天如果可能是因為睡著了或是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偏你的車道 那透過Lane Assist可以把這個方盤糾正回來 讓你車子回到車道裡面來 甚至於如果你完全就沒有去控制到車輛的時候 它方盤會震動 所以把這個駕駛者搖醒 那這也是透過一個在車上的一個camera 去抓你的車道的這兩個白線 所以當你車子已經偏離到線外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糾正回來 這是一個 那今天我講到Side Assist 就是當你的車輛在你的後方的時候 因為我們常常照後鏡有一些死角 你沒有辦法看到 那這時候它一個雷達往後打 當偵測到後方有車輛接近你的時候 剛好在你旁邊 左右兩邊的時候 在照後鏡上面就會有兩個黃色的燈 就會提醒你 這時候如果你又切車道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閃爍 提醒你說你車子已經在你旁邊 這時候你就會提醒駕駛者 你就不能變換車道 這是一個輔助的功能 所以它有這樣的科技 透過雷達的方式來輔助駕駛者 提高我們這個開車的安全性 此外 4月在店頭發表 全台限量180台的A6科技躍進版 也將停車輔助系統列為標準配備 當您停車的時候 你只要打到道檔 這時候你把你的煞車放掉 它方向盤就自己會打 你的電腦會去計算說 車輛前方車輛後方 跟我路邊的距離有多少 它會自己會計算 所以我們當停車的時候 你就不用擔心說 會碰到前面的車 或是停在後邊 它只要用電腦這個感應 它會去幫你把車停好 前後都有大概60公分的距離的時候 它就可以利用這個自動停車的方式 你就不用去控制你的方向盤 它可以完全幫你停進去 包括前進 就是你到車的時候 你會先到車 然後再往前 它也會幫你把方向盤轉過來 所以你完全就可以放開雙手 讓它停車 這也就是未來科技的一步 已經提前 在我們現在的這個 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已經發生 就已經產生了 另外有一套 這套ACC定速巡航系統 能夠和前車自動保持安全距離 預防追撞事故的發生 新的科技就是說 這個ACC就是主動式的 Cruise Control 定速巡航系統 它是透過一個雷達 往前方打 所以我們在定速的時候 如果前方忽然減速 你這套系統非常聰明 它就會讓車速變慢 但是當前面那台車 開始加速的時候 我們這輛車自己 我們自己的車也會自動加速 導致它原來設定的速度 所以你的車子 就可以在一個循環的狀態下行駛 不會因為車速變化之後 你這個架子 一直要去踩煞車 或是加油門 來改變這個 車跟車之間的距離 它電腦就會去計算 然後讓車子在可以常態 維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今年1月在美國舉行的 CES消費電子展中 也發表一個嶄新的科技 既經全座 Poletic Parking 就是一個自動停車的一個系統 也就是說今天駕駛者 在完全沒有人開車的情況之下 可以把你的車停到你的停車場裡面去 然後當你需要這個車子的時候 它也可以透過你的手機去呼叫這部車 所以車子會從你的停車場 開到你的店家門口把車交給你 那這個系統其實是需要一些Sensor來控制 也就是說有車上的一些電腦 然後你的手機 所以車子可以跟消費者跟駕駛者之間 可以做一個互動 然後當你需要取車的時候 透過手機的信號傳到車上 車上再透過停車場裡面的一些Sensor 車上這個車可以從停車場裡面 開到你的這個餐廳的門口來 你也不用去停車 因為你知道下車以後到停車 再到回到餐廳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那甚至於你當你要離開餐廳的時候 你可以先呼叫車 所以你等你吃完飯的時候 到餐廳門口的時候 你車子已經開過來了 那也不用人去駕駛 就好像你在搭飛機 現在的飛機都可以做Auto Pilot的部分 甚至於從起飛到降落 都可以Auto Pilot 完全不用駕駛的方式來駕駛 那未來這是一個趨勢 就是說你現在還是在研發階段 但是到未來有可能有一天 我們都不需要去開這個車子 車子就可以自動把我們從A再到B點 像是停車場裡面 包括從餐廳門口開始到停車場 他都需要一些介面的配套 基礎建設都還是必須的 因為車子要透過一些Sensor 他才有辦法去偵測說 我在什麼地方什麼角度需要做轉彎 所以這是一個基礎建設的配套 都是需要政府來相關單位來支持 就是有一天可能車子跟車子之間 可以互相溝通 甚至於車子跟建築之間 然後透過我們的手機 這都是有可能產生的 CES在2013年才剛推出這個部分 那這是一個Pilot Round 其實是我們一個實驗階段 一個Concept 那也許在未來的五年十年 這很難講 因為這要看基礎建設還是蠻重要的 剛剛最後面影片最後講的那個 就是沒有人在車上 他也會自動幫你停車 從停車場到你的人的面前 這樣子還在研發階段 然後他是靠那種AI 跟Complification還有雷達 還有定位系統等等 然後讓電腦去執行這些功能 那業界宣稱就是 2025年就是無人駕駛的世代 就不管是汽車還是飛機都會有應用 然後再來就是我介紹剛剛影片中那台奧迪的A6 2013年4月發表的一個經典長版的 然後他其中有這三項功能 然後我只介紹這個比較有趣的是自動停車輔助系統 這一個功能 那他的優點就是方便新手駕駛 所以剛考到駕照的學員 然後他可以用這台車蠻方便的 然後他可以降低一些人為屬私 像還有一個就是比較重要的是 他雖然是輔助系統 就是他的油門跟煞車還是要用自己來控制 然後你的前進跟後退的排檔也是要自己控制 然後有一個影片 自會停車輔助系統 那這三個東西當然我覺得是停車輔助系統最好用 尤其是對女性朋友駕駛 或者是說對停車 不管是路邊還是倒車入庫 對停車不是那麼有把握 比較沒有信心的駕駛者 我覺得這個系統的確可以讓他們在停車的時候 可以更安全 更降低機率的去發生這個碰撞的過程 那全省的名額只有180台 他沒有想像中那麼聰明 可是他還是能輔助你停車這樣 然後他的缺點就是 就是帶有坡度的路面啊 他停車很有困難 然後還有一個是 如果你在大賣場那種車子比較 就停的比較擁擠的那種的人 他雖然可以很準確的停進去 可是他就是車門能不能打得開 就是要看 他不會管這個 只要是平面的 這套倒車入庫的系統呢 其實還可以蠻準確的停在這個車位上 不過呢 我有測試過就是說 如果 當你停在兩部車的中間 那兩部車的距離又非常近的時候呢 這套智慧停車輔助系統呢 還是可以將車輛很準確的停在兩部車的中間 但是呢 他並不會管你 停好車之後 車門打不打得開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駕駛要自己去考量 我今天特地跑來就是在 呃 不能說挑他的毛病啊 只是順便測一下說 如果 車庫要進去的這個 路面呢 稍微是有點坡度的 這部A6在 偵測這樣的 車庫 的停車位的時候 這套智慧停車輔助系統呢 似乎沒有辦法在一次或兩次 甚至在三次之內 就這樣車輛停好 我前後來來回回 大概到了五次喔 我覺得 倒車的時候 屁股還是 幾乎是快要撞到 這個後面的牆壁了 不過 方向盤還是沒有做 這個轉向的動作 所以 這部份呢 我覺得 可能還有 呃 就是這個現在的 停車輔助系統的缺點 這樣子 呃 我的報告到這邊結束 謝謝 同學沒有問題的 同學你到底拿ODI多少錢 沒有 沒有 OK 所以你覺得2025年 台灣可能會有這種這樣市場 應該有 應該有 他現在就是 那個 是2010年的那個 那個 剛剛那個 是2010年的1月的法國 然後 然後 那個Google跟法國的 公司已經 實際的已經出來弄車了 Google它是有 有 在美國有 特定的州 然後它有特定的那個 紅牌 然後它可以上 上 然後 然後它一定 輸跡在 所以 我怕時間太短 所以沒有修復 沒有 沒有 我個人認為台灣用摩托車的一天 就不會有自動駕駛的存在 好的 我們請第三個同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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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